电影《德州电剧杀人狂》前传 他的片名用了个疯狂的狂字 实在非常贴切 故事背景是美国的越南战争期间 两对帅哥好友被征召上前线之前 要及时行乐 他们带着美女上路 要共享一段美好时光 不料汽车在德州荒凉的乡下发生意外 他们的欢乐之旅突然之间变成了梦魇 类似题材的恐怖片之多 可以说难以生数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受害人往往是帅哥美女 杀人的凶器五花八门绝对不值电锯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杀人的场面 而是等待被杀的人痛苦挣扎的样子 抗压指数比较低的观众 得先做好心理准备哦 好了恐怖片看完了 还是让我们去轻松一下 去看看今天的时尚屋 今天推出的纽约时尚周系列之二 要介绍的两位设计师可都是相当的另类 时尚魔女萧之玉的服装秀 完全是一场摇滚的派对 而来自美国南部的曼牛尔 则把牛仔的狂野带上了第一行台 法兰西奢华的玛丽皇后 纽约的摇滚女 博尔齐的图案花纹 拍场的几位模特 揭示了安娜水肖治愈 2007年春庄的三大主题之后 接下来就完全是交错混搭的创意游戏了 是一个非常棒的 但是她也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之一 她的图案和色彩 风格非常大胆 同时也具有一致性 她的作品是立体的 而不是平面的 非常自然地融合了后面风格 安娜水今年去了土耳其 她告诉我说 这次旅行也被她带来了一些新的灵感 想成为明年春天的安娜水女郎 可一定要选择黑色 红色和白色为基调 或者配合条纹 或者搭配玫瑰 最后再踏上一双残破的网袜和高筒靴 保证你成为目光的焦点 安娜水尽管摇滚奔放 但是狂野的程度 可能还比不上 曼妞尔这一些善良的商业 62岁的老奶牛尔 34岁的小奶牛尔 一起搭档 联手设计出了 曼妞尔美女的装装 这一季的主题是性格刺激 我们起步在牛仔 新移民和现代人当中寻找民族 适应于今天的风格 让一件衣服表现出多种风景 创始于德州的老曼妞尔 曾经为尊总统 故事总统 猫王 包部第一轮 滚石乐团设计妆 老曼妞尔坚持自己的设计 符合最正宗的男子精神 他的粉丝 菲利普 从新奥尔良来到纽约 参加曼妞尔的冲装装 我全身从头到脚 可都是买牛 这属于仙人掌 我想他大概是 喝了太多龙蛇蓝酒之后 感觉自己和狮子的公牛一样形状 就想出仙人掌装 这款设计 他融合了美国西部的梦想和精神 穿上他的衣服感觉非常好 觉得自己像是百万富翁一样 四处招勇 像一千万块钱 当你穿上它 然后走过来 然后享受一个美丽的时间 曼妞尔从设计男装起家 后来跨足女装领域 为粗犷的牛仔装 增添女性浇灭的影素 近年来更将触角升向都会 线条简单俐落的外衣 合身的蛋糕裙 又在试探都市消费者的口味 小麦牛尔投入了 蔚来的发展计划 我们期待蔚来能够开创 自己的精品店 展示大家都可以穿的 变装系列 我相信这个梦想 可能在我们目前居住的 纳什维尔实现 从好莱坞巨星 白宫子文的设计师 变成全民普及的品牌 麦牛尔显然想要涌望一个 更巨大的市场 这一次的时装秀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曼尼尔设计的那一席 闪亮上衣 你说呢 好了 下面让我们去 维歼尼亚州的李斯堡 拜访一位对美国 也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历史 有过巨大影响的伟人 他就是美国的五星上将 马歇尔将军 我和我们美国万花筒的 记者刘文明 前不久去走访了 这个叫做多多纳的庄园 回来之后啊 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感受是 这样一个伟人 生活的实在是很简朴 很甜淡 我很高兴 能够在我的好朋友 马歇尔将军夫妇的 这个历史悠久的 好客的家中做客 这栋位于福建尼亚州 李斯堡的老宅 就是苏美林当年下榻的 德多纳庄园 马歇尔将军的故居 走在半个多世纪前 蒋夫人和马歇尔夫人 曾经走过的小镜上 不能不让人伸出 古人不见金石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叹来 观众朋友 你们现在看到 在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呢 就是当年蒋夫人宋美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所提到的那个 好客的家 多多纳庄园 多多纳庄园最重要的 就是因为这里是 马歇尔将军的故居 我觉得人们 对马歇尔将军知道的太少了 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深远 丘吉尔首相曾经说过 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 被丘吉尔首相 誉为是二十世纪 美国最伟大的人物的 乔治·马歇尔 1880年出生于 宾夕法尼亚州的游宁镇 马歇尔从维基尼亚军事学院毕业之后 通过考试 成了美国陆军的一员 1939年的9月1号 马歇尔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掌握了整个美国的兵权 并且在二战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1944年 他成了美国仅有的几个五星上将之一 然而 盛名之下的马歇尔将军和夫人凯瑟琳 却一直渴望有一个可以采取东篱下的安静居所 马歇尔夫人一直感觉生活在公众的目光下 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他们一直在找一个清闲的地方 哪怕只可以在周末住一住 1941年 凯瑟琳终于在离首都华盛顿不远的 维杰尼亚州里斯堡 找到了他们的世外桃源 多多纳庄园 我们现在是在多多纳庄园的门廊